现年34岁的港星蔡卓妍阿萨 自从去年宣布跟师弟陈伟婷分手之后 一直处于单身的状态 虽然她一直都表示很想交男友 但是却一直停留在空谈的阶段 8月24日下午3点钟 最近身患感冒的阿萨 上载一张戴着黑色口罩现身机场的照片 她还用三个飞机的emoji 告诉大家她即将乘飞机 结果40分钟之后 今年36岁的台湾艺人潘伟博 又在微博上载一张戴着黑色口罩的照片 并且艾特拉阿萨 由于两人的口罩看上去一模一样 加上潘伟博艾特拉萨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是公开恋情的节奏 网络上于是瞬间像炸开了的锅 大家对于阿萨跟潘伟博的关系的讨论 也立即的深入化 很多人都认为 两人的外形跟性格也相当的般配 竟开始恭喜起两元来 两个小时后 已经察觉到潘伟博艾特自己 还有很多网友在自己的主页上 发表祝福自己跟潘伟博的言论后 阿萨直接回复了潘伟博艾特自己的帖子 然后回了四个字同款连接 而且还有自己戴着黑色口罩的截图 同时显示自己的这款口罩价格为38元 不过阿萨的这种做法 明显没有解答网友他跟潘伟博的关系 于是到了晚上大约9点钟 阿萨的好姐妹阿娇终于出手 也戴着同款黑色口罩 然后还爱特潘伟博 然后潘伟博在相隔短短11分钟之后 又上载自己戴着黑色口罩的照片 然后又爱特回中心桶 被潘伟博爱特后的阿娇 仅仅过了四分钟后也忍不住回复潘伟博 潘伟博你今天是太邪吗 由此可见网友关于阿萨跟潘伟博关系的想象 都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 而阿萨所属的英皇娱乐工作人员事后也称 阿萨跟潘伟博是好朋友没有在交往 潘伟博是看到阿萨赛出的口罩自己刚好有 所以发了微博还爱特阿萨 弄了半天原来都是潘伟博在卖口罩 阿萨这枪躺得也够冤呢 看来潘伟博以后别有事没事爱特其他人比较好 收回视频娱乐报道综合报道